感谢主让我们今天早上能够继续地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的上帝 今天我要跟大家谈的主题是 你以为你是谁 这是犹太人对耶稣的一个挑战 对他身份的挑战 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就是 当你知道耶稣是谁的时候呢 你必须要有一个反应 就好像顾牧师跟我在这个约翰福音的传讲里面告诉弟兄姐妹 如果耶稣是骗子那你就不要理会他 如果耶稣神经病那我们就一笑置之 但是如果耶稣是神的儿子 我们就必须抚负敬拜他 你以为你是谁 我们来看圣经这段经文在约翰福音第八章48到59节 我们在荧幕上也有 在你们的手机或者在你们的圣经里面都有 我们一起来念一遍 以后一起来讲解48到59节 犹太人回答说 你说你是撒玛利亚人 并且是鬼父者的 这话岂不正对吗 耶稣说 我不是鬼父者的 我尊敬我的父 你们道欠瞒我 我不求自己的荣耀 有一位为我求荣耀定是非的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人若遵守我的道 就永远不见死 犹太人对他说 现在我们知道你是鬼父者的 亚伯拉罕死了 众先知也死了 你还说 人若遵守我的道 就永远不偿死位 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 亚伯拉罕还大吗 他死了 众先知也死了 你将自己当作什么人呢 耶稣回答说 我若荣耀自己 我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 荣耀我的乃是我的父 就是你们所说你们的神 你们未曾认识他 我却认识他 我若说不认识他 我就是说谎的 像你们一样 但我认识他 也遵守他的道 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 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 既看见了就快了 在下面还有一个是吧 犹太人说 你还没有五十岁 岂见过亚伯拉罕呢 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 于是他们就拿石头要打他 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了 在这一段的经文里边呢 我们要从两个角度来看 首先你怎么看耶稣 犹太人怎么看耶稣基督 那这个第八章呢 有差不多六十节的经文 分成四次来讲 那讲到最后的时候呢 我们还得重温一下上文 从上面一直看下去 你们记得第八章的时候 一开始呢 是耶稣基督赦免了 一个犯奸淫的妇人 之后耶稣基督就宣告 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以后耶稣告诉他们说 我是神的儿子 我从天上来 还要回到天父那里去 犹太人当然不接受 耶稣这个神的儿子的身份 耶稣就在这个时间 来帮他们澄清他的身份 就把这些听众 引到一个更高层次的讨论 那个讨论的焦点就是 到底谁是亚伯拉罕的真子孙 那犹太人当然说 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是上帝所拣选的 四人万国都要因我们得福 所以他们是神的选民 这个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但是耶稣基督提醒他们 他们是一群被罪恶捆绑的人 他们需要神的儿子 赐给他们自由 耶稣挑战他们 你们如果真是神的选民的话 你们为什么想要杀我 他们这种行为 不但不像亚伯拉罕的子孙 也不像上帝的选民 也就是说你们应该爱我 因为我是父神所拆来的 但是你们反而要谋害我 说明你们的父是谁 你们的父是魔鬼 因为魔鬼是那个杀害的 那个撒谎的 那个不接受真理的 你们要杀害我 你们在撒谎 你们也不接受真理 所以在上面的一节 一场的讲到的最后两节经文 45到47节 耶稣说我将真理告诉你们 你们就因此不信我 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 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 为什么不信我呢 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 你们不听 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 把他们的身份全都给 彻底的给他销毁了 犹太人听到以后呢 老羞承怒 对耶稣基督进行人身攻击 在犹太人就开始污蔑耶稣基督 在第48节开始 他说你以为你是谁啊 他说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 而且是被鬼扶的 这话岂不正对吗 他们给耶稣基督两个污蔑 第一就是你是撒玛利亚人 意思就是你是不纯正的 因为撒玛利亚人呢 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 结合之后的后代 你们是血统不纯正 你们的信仰也不纯正 因为他们的信仰里边 掺杂了外邦人的信仰 他们挑战耶稣基督 污蔑耶稣基督 你削口碰人 我们才是真正的亚伯拉罕的子孙 你是血统不纯的 你是那个约总 一个在台上不方便说的这句话 他们骂耶稣基督 第二呢 他们不但骂耶稣是撒玛利亚人 他们说你是被鬼扶的 意思就是说你是神经病 你脑袋进水 这一句话呢 在约翰福里边说了三次 说耶稣基督是被鬼扶的 你看他们对耶稣的污蔑 鄙视 连脏话都骂了 他们真的是豁出去了 对耶稣基督充满了极大的愤恨 耶稣怎么自我辩护呢 在第49到51节 这种的经文 耶稣说 他否认 他说我没有被鬼扶着 我是敬重我的父 你们轻慢我 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目的 是要遵行天父的旨意 用敬重 遵行天父的旨意 来表达对天父的敬重 他们的目的是要轻慢 耶稣不肯接受 耶稣是神的儿子的见证 耶稣说 我不求自己的荣耀 我只求天父的荣耀 耶稣让天父来为他辩护 他说天父会为我求荣耀定是非 然后耶稣就发出一个邀请 在第51节 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人若遵守我的道 就永远不见死 这个实实在在 是每一次耶稣要发出一个 重要的宣告的时候 他就说我阿们阿们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凡是遵守我的道德 就永远不见死 这个遵守我的道德 就是信靠耶稣的人 他们就不会永远地灭亡 你看耶稣在邀请犹太人 相信耶稣的教导 就可以得永生 因为在八章十二节 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弟兄姊妹 你没有看见 在第八章的教导的里边 我们看见其实是一个拉锯战 耶稣跟犹太人的领袖 在进行一场的拉锯战 犹太人一再地贬低耶稣的身份 否认耶稣是神的儿子的身份 但是耶稣基督一再地坚守 我以父缘为义 我是从天上来的 我要回到天上那里去 我是生命的良 我是世界的光 这一场的拉锯战 持续地在加剧的进行当中 在约翰福音第一章 十一节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 这个使徒约翰提醒我们 耶稣基督说 我来到世界 我来到自己的地方 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那如果耶稣基督来到自己的地方 自己的人不接待他 他说我是世界的光 那那些毁谤耶稣的犹太人 就是活在黑暗当中 对吗 但是耶稣在污蔑当中 一力不倒 这是犹太人 怎么看耶稣基督 但是今天我们的问题是 你怎么看耶稣基督 他们看耶稣基督 否认他的神性 否认他是神所差来的 否认他是天上来的 他们的表现就是一再污蔑 一再挑战 一再否认 一再杀亡 计谋要杀害他 你当他是什么人 你就有怎么样的回应 你怎么看耶稣 当我们看约翰福音到现在的时候 不同的人对耶稣基督 有不同的看法 你看从第一章的时候 一开始拿蛋液 耶稣呼召拿蛋液的时候 拿蛋液对他说 拿撒勒还能出什么样的好的人呢 拿撒勒是一个小城 哎呀 你们这些 耶稣基督 你是个乡下人 你没有背景啊 你是没有文化的 他把耶稣当作是没有文化的 所以他就鄙视耶稣基督 耶稣跟他说 你还在五花国底下的时候 我就看见你了 他才承认 原来我以为的乡下人 没有文化的人 他是生的儿子 他知道他无所不在 他知道我在哪里 或者你会像 尼格迪姆呢 一个高级知识分子 觉得基督教不合科学 圣经所讲的神迹 简直是天方夜谈 好像耶稣基督 对尼格迪姆说 我实实在的地告诉你们 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见神的国 尼格迪姆说 人都老了 怎么能够重生呢 怎么能够回到母腹的里边 再生出来呢 你看耶稣跟他谈信仰问题 他跟耶稣谈妇场课问题 耶稣基督告诉他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 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知灭亡 反得永生 他说你像撒玛利亚的妇人一样 觉得这个 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之间 各性各的 撒玛利亚妇人对耶稣说 你这是犹太人 怎么像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 要水喝呢 我们没来往的 你信你的 我信我的 互不干涉 条条大路通罗马 对不对啊 他说我知道 弥赛亚要来 他来了 必将这一切的事告诉我们 我们的神会告诉我们 怎么活 你们的神告诉你们 怎么自己活自己的吧 耶稣基督 是其中一位神吧 因为条条大路通罗马 这是你的看法吗 再下去我们看到呢 那个瘫痪了三十八年的病人 你像不像他呢 他在等什么 在那个经文里边告诉我们 他说 这个我来到这个西罗亚池的时候 这个水洞的时候 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的里边 我去的时候 别人比我 抢先机 下去了 我没有机会得医治呢 我没有遇见贵人 耶稣基督 你是不是那个贵人 能够帮助我赶快的 进到那个池子的里边 据说 大家传说 第一个下去的呢 病就得医治了 他在等候 耶稣是那个贵人 耶稣是那个贵人吗 耶稣不是那个贵人 耶稣是生日儿子 他说起来 拿你的褥子走吧 那人就立刻痊愈了 或者你像那个 五饼二鱼的群众 他们所寻找的是什么呢 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你们找我 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 乃是因吃饱得饱 吃饼得饱 你们所要的是经济效应 你们所要的是 升官发财的成功神学 你们找一个财神爷 如果你是这样的来 看耶稣的话 难怪 没有好处 你就换一个 没有好处 你又找一个 或者是你像 耶稣的门徒 西文彼得 最后 信靠耶稣基督 在门徒当中 多有退去的 不再与他同行的 耶稣就对他们说 你们也要去吗 你们不再跟从我了吗 西文彼得回答说 主啊 你有永生之道 我们还归从谁呢 我们已经信了 又知道 你是神的圣者 你看 你怎么看耶稣 就有怎么的反应 就这么简单 你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 我觉得我敬拜 所以今天你坐在这儿 或者说 听说这个 这个耶稣是神的儿子 我还没信靠他 我想来研究研究 说你坐在这儿 否则你怎么会在这儿呢 你怎么看 耶稣就决定 你的反应 是不是啊 如果你像拿蛋液的话 认为耶稣基督 是一个乡下人 那你就觉得 基督教 基督徒都是一些 没有文化的人 所以知识水平不高的人 如果你像尼格蒂姆的话 像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话呢 那你就觉得 样样的事情 都用科学的角度来解释 试验室 没有办法 印证出来的东西 都没办法接受 如果你是像 撒玛利亚的妇人 带着文化的偏见 那你很自然就说 我们信我们 我们华人 有华人的信仰 这些是老外的东西 是西方来的东西 你根本不知道 你在说什么 基督教的发源 耶稣基督是中东人 根本不是西方人 或者你像那个 瘫痪38年的病人 在等一个贵人 那这个信仰是什么 耶稣是谁 耶稣是你的贵人 他是你的拐杖 你病好了以后呢 你就继续走下去了 你跟他说再见了 对吗 如果你是这么看的话 你的反应就自然 是那个样子 如果你是像 五秉二语的群众的话 希望得到经济效应 那自然 耶稣就是财生爷 当你升光发财 你就信下去 被辞职了 以后找不到工作了 那当然耶稣就不值得你信了 对吗 你怎么看耶稣 就决定 你怎么过信仰生活 就决定 你是什么样子 你怎么看耶稣 你怎么看耶稣 并不能改变耶稣的身份 也不会改变耶稣 为你定十字架的救赎计划 第二点 我要跟大家来谈 耶稣怎么看自己 我们这样的来看他 但是耶稣是一位 怎么样的神呢 在52到59节 耶稣让我们看见 三方面 第一 他是生命的主 有他人跟他说 现在我们知道 你真是被鬼扶的了 怎么你可以说 我们就永远不死呢 听从神的话 人就永远不死 你看 亚伯拉罕也死了 众先知也死了 你还说 你遵守我的道 就永远不藏死位 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 亚伯拉罕还大吗 他死了 众先知也死了 你将自己当作什么人呢 就是我们的主题 你以为你是谁啊 这个犹太人误解了 耶稣的意思 当耶稣基督说 你们就不会死的时候 他不是说 一个人在今生 不会死去 当然他们就觉得 荒滅无比 有谁不死的 他们的先贤 亚伯拉罕 众先知都一一去世了 你以为你是谁 口气这么大 是不是啊 那他说 我们的指控落实了 你真是被鬼扶的 胡言乱语 不知道在说什么东西 其实耶稣在这里所说的是 人死了之后 要面对第二次的死 就是要面对地狱的火 永远以神隔绝 灵魂的灭亡 耶稣说 你信靠我的话 你就不会面对第二次的死 你就永远以神在永恒的里边 耶稣怎么看自己呢 耶稣看自己是生命的主 第二 在五十四到五十六节 耶稣怎么看自己呢 这里耶稣回答说 我若荣耀自己 我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 荣耀我的乃是我的父 就是你们所说的 你们的神 你们所敬拜的这位神 你们一再说 祂是你们的神 请你记得 祂是我的父 我与祂永远同在 我是永恒的神 认识神就必遵守祂的道 你们未曾认识祂 我认识祂 我若说不认识祂 我就是说谎的 我不能否认 像你们一样 你们在说谎 我不能像你们一样 但是我认识祂 也遵守祂的道 他说 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 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 既看见的就快乐 怎么亚伯拉罕会看见耶稣呢 在耶稣那个时代 亚伯拉罕是2500年前的人物 他怎么会看见耶稣基督呢 几经家说 他到底看见什么呢 他所看见的是 在他献以撒的时候 他凭着信心献上以撒 用信心的眼睛 相信神一定有预备献 凡记的羊羔 他那个信心的眼睛 所看见的 就是2500年之后 有一位除去世人罪虐的 神的羔羊 耶稣基督 他凭着信心 就看见了耶稣基督 要来到世上 要道成了肉身 那你说耶稣是谁 耶稣是永恒的主 耶稣永远与神在一起 圣父 圣子 圣灵 三位一体的神 是永恒的神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这道太初与神同在 第三 耶稣是自有永远的神 在57到59节 耶稣宣告 有太人说 你都还没有50岁 怎么有见过亚伯拉罕 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还没有亚伯拉罕 就有了我 我特意把这一行 把它划线 我实实在在 我真真实实地告诉你们 还没有亚伯拉罕的时候 我是 这是原来的字 在原来的字里边 不是还没有亚伯拉罕 就有了我 这是帮助我们 读中文圣经的人 可以了解 明白耶稣在说什么 但是在原来的文字里边 还没有亚伯拉罕 我是 I am 我是 生命的良 我是 世界的光 我是 自有 永有的 神 我们在 中文圣经里边读到 我是自有 永有 但是 这个摩西问神 我怎么把你介绍给 这个 法老王呢 他说 我是自有 永有的 其实 自有 永有的 这是没有的 是我们加上去 让你明白他什么意思 原来就是 耶和华对他说 我是 你就告诉法老王 我是 这算什么名字 他的意思就是 我是自有 永有 永有的 神 我是 不但是从太初存在 而且 永远 存在 这个 我是 在圣经里边 是神称呼自己的时候 的一个专有名词 神是自主的 是自存的 是及时 灵在的神 他的存在 不依赖 任何人 任何事 他应许 他是自有 拥有永不改变的神 我是 他是永恒的主 他是 他是一切 就好像在 出外七七第三章 当摩西来到 那个燃烧的 经济的面前 看到一个特象 特象是 这个经济没有被烧掉 但是火在烧 神在火炎中 向摩西显现 告诉他 他是谁 在我们的燃烧里边 我们需要燃料 对吗 这个树枝 这个树叶 这个树干 必须成为燃料 才能够有火 继续烧下去 这个树烧完了以后 火就灭了 但是 这一颗经济与众不同的是 神同在 神沾显的时候 是火在烧 但是完全不需要 树的做燃料 完全不需要经济做燃料 他竟然在烧着 他在告诉你 我是 我不需要任何东西 我自己存在 我不需要任何人 我也不需要你们来敬拜我 你们需要我 我不需要你们 因为他是 他是我们的神 各位弟兄姊妹 当耶稣自己这么看自己的时候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身份的时候 我们只能够向西门彼得的回答 主啊 你有永生之道 我们还归从谁呢 我们已经信了 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 今天的信息里边 我就已经重复两次了 就是 你怎么看耶稣 并不能改变耶稣的真实身份 永恒的主 他是 也不会改变耶稣为你定十字架的救赎计划 他是 这个信息对你的 跟我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 我要跟弟兄姊妹来分享 一两点 这个信息对我们的应用吧 第一就是 我们当中 都是已经信靠耶稣的弟兄姊妹为主 可能有两位三位新朋友 有几位 但是多数 都是已经信靠耶稣基督的门徒 你还没有信靠耶稣的话呢 我希望在第一点的时候 你怎么看耶稣 拿单叶的角度 或者撒玛利亚的妇人的角度 或者尼格蒂姆的角度呢 能够启发你一些的思想 但是对我们多数的人基督徒呢 我们当然不敢污蔑上帝对吗 你敢吗 肯定不敢 我也不敢 是不是啊 但是我们跟上帝之间呢 偶尔会闹一点情绪 对吗 你跟上帝闹过情绪吗 你看约拿先知跟上帝闹情绪 为什么要救泥泥围城的人呢 因为救了他们以后呢 他们就成为征服我们的国家 那我们不是帮敌人吗 他们该死 让他们灭亡吧 哈巴谷 也曾经跟上帝闹情绪 他说上帝是 我们是拜偶像 我们犯罪 我们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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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管教 但是你为什么要兴起 加勒敌人 巴比伦 他们是 残酷无比的人 来惩罚我们呢 这个管教太严了吧 上帝啊 上帝啊 我不能接受 或者你像 在明书记第十一章的摩西吧 他跟上帝闹情绪 上帝啊 我也不是三头六倍 你要我管这些百姓的重任 责任太重 我独自单单不起 如果你还算同情我的话 你不如把我杀了吧 他的意思是 来个痛快 残痛不如转痛呗 或者你曾经 闹过情绪像 以利亚先知这样 在《猎王记》上第十九章 当这个 耶喜别王后要追杀她的时候 因为她把 耶喜别王后的 那些假先知杀了 她躲在一棵树下 对耶和华说 求你把我杀了吧 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列宗 我为耶和华大发热心 但是以色列人 背弃你的约 毁坏你的祭坛 就是他们拜偶像 没有拜真神 用刀杀了你的先知 只剩我一个人 他们还要寻缩我的命 他们要把我赶尽杀绝 这样做先知 太没意思了 我不干 我死了 算了吧 不知道你们有骂过这些情绪 侍奉太累的时候 说算了 不干 还被人骂呢 有什么意思啊 舒舒服服的 听听讲道 唱唱诗歌 过后呢 去中餐厅 他们还在上课的时候 我就先去吃饭了 他们上完课就十二点半去呢 都得排队 我不需要排队 多舒服呢 是吧 我不知道你跟上帝 在闹什么情绪现在 但是在诗篇第七十三篇 也是一个跟神闹情绪的诗人 他心怀不平 他说那些坏人 无恶不作 竟然生活安稳 死得安详 没有报应 公理何在 太难接受了 在第十二节 他说 这就是恶人 他们常享安逸 财宝家争 怎么可以这样 然后他第三节说 他说我实在是突然 洁净了我的心 突然洗手表明无辜 我何必这么认真 洁生自爱 有意思吗 他们不洁生自爱 好像还享福呢 我有意义这样做吗 他说我思索 怎么能够明白这个事的时候 看着实在为难 这种悖论 看起来矛盾的东西 在心里面非常纠结 没办法能够得着一个和解 等到什么时候呢 在第十七节 他说 等我进了神的圣所 思想他们的结局 诗人提醒我们 不要看现象 要看结局 不要看表象 要看终点 他说 你实在把他们安在华地 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 他说 我进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思考的时候 我才看得懂 原来他们一再的背叛 神让他们自生自灭 任凭他们 这个任凭他们 在罗马书第一章 一连讲了三次 讲到那些罪恶极大的人 一再而再的 不愿意接受 神给他们的启示 神任凭他们 扮重自己的私欲 神任凭他们 他们并不是 比大家过的日子过得好 他说 我看清楚了现在 原来是上帝 任凭他们 我不晓得 你在闹什么情绪 但是我希望 你现在感受到的一点苦楚 是上帝还在关注你吧 这个管教 表达他还爱你吧 希望你悔改 如果他认凭你了 那就完了 如果上帝认凭你了 你爱干嘛 爱干嘛 还说是上帝的儿女 你做什么都可以 如果上帝认凭你的话 那才是把你放在滑地 随时滑倒 从这个角度看 重新思考一下 你在闹什么情绪啊 第二 我要跟弟兄姊妹 在这段经文里边来思想 就是传统的束缚 你看 这些犹太人 生生地受传统的束缚 没办法走出来 看不见 那个宽框太大了 太重了 你看我们这些华人 五千年的历史文化 非常丰富 但是也有非常深刻的捆绑 走不出来有的时候 这种传统的束缚 在我们的生活里边 我们非常不容易改变 非常难接受新的东西 非常自我中心 也非常感到自豪 但是也目控一切 在我们的教会生活里边 会不会也让传统束缚了我们 你看这个思维啊 真的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我们从一个礼拜堂崇拜中心 到现在两个礼拜堂的崇拜中心 我们突然间增加了 一万五千平方尺的地方来使用 但是我们的思维啊 还是在一个礼拜堂 一间建筑物的思维 因为太新了 还没走出来 走不出来 习惯了 你看多少人习惯了 来崇拜的时候 一去就去到以前那个赞美中心 对吧 我们都几十年了 都是走那条路 突然间要拐过来这儿 还得不习惯 灯的颜色啦 那个饰瓶啊 那个座位啊 座椅啊 都重新需要调整 这个传统的束缚呢 是一个捆绑 神学家巴特 他说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 他说有一群人走上一个漫长的旅程 去寻找一个美好的目的地 找来找去 找了好久 终于找到了一个指示牌 这个指示牌就指向那个他们应该去的目的地 终于找到了方向 但是呢 这一群人呢 就在那个指示牌的底下呢 开始安顿下来 就在那个指示牌的底下呢 开始建造一个非常蓬勃的文明 年年年有节庆 庆贺他们是如何如何辛苦地找到这个指示牌 发展出不同的故事啊 那个舞蹈啊 礼仪呢 来纪念这个找到指示牌的节日 大家在庆祝 把这个故事代代相传 让下一代永远记得 我们是怎么样找到这个指示牌 但是有一群的人呢 他们继续走下去 他就跟着这个指示牌继续走下去 终于去到那个目的地了 哎呀 真是好啊 真是我们应该去的地方 有一些人就回来 来告诉这些 还在指示牌底下 建造自己的家园 发展自己的文明的朋友 告诉他们说 这个不是目的地 这只是一个指示牌 你得继续走下去 走到我们已经去到的那个地方 那个才是我们的目的地啊 但是他们已经不想动了 因为在指示牌的底下 他们享受这种的文明建设 享受他们所建立的文化 享受他们所有的故事和传统 把那个多年耕耘的美好生活 连根拔起 要寻找那更美的生活 他们不愿意 他们就住在指示牌的底下 我不晓得你会不会也有这种的矛盾和争达 我们是要做耶稣的门徒 是我们最终的目标 我们需要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 但是我们就在那个 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的指示牌的底下 就安定下来了 就说哇 这个教导真好 我们就分析什么叫做万民 我们就讲解 什么叫做像万民传福音 什么叫做门徒 定义门徒 爱的生活的真舍的给出了去 然后呢我们就彼此的教导 然后呢每年有每年的庆典 从复活节到母亲节到父亲节 到送难节到感恩节 啊 来纪念 就在那个指示牌的底下 建造我们的教会生活 但是走向做耶稣门徒的路呢 就没有人走下去了 这会是我们的结局吗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要学习啊 我们要学习 怎么样的接受传承优良的传统 但是有一些束缚我们的传统呢 我们需要愿意走出来 回到圣经的教导 回到神最终 要我们所走向的 就是彭博的被征门徒的教会 我不知道你的束缚在哪一方面 我也不晓得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你有没有跟神闹情绪 但是今天提醒我们 你怎么看耶稣 不管你从什么角度都好 并不能改变 耶稣基督真实的身份 也不会改变 耶稣为你定时之家 救赎的计划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啊 求你帮助我们 我们为着我们的心堂感恩 但是我们要走出心堂的四面墙 因为这个心堂是为了要欢迎我们的灵社 一起来认识耶稣基督 亲爱的主啊 你帮助我们 当我们继续在与神同行的时候 我们经历上帝恩典的当中 我们也懂得如何的分享这个恩典 我们看到我们的心堂里边 看到有我们弟兄姊妹坐在当中 我们很感恩 因为这个是更大的礼拜堂 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空的位置 因为这些空的位置就是提醒我们 有很多的人也可以成为耶稣的门徒 主啊 你让我们带着一个同样的使命 就是愿意去 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的使命 能够继续的迈向这个目标 迈向这个使命来荣耀你 谢谢主的提醒 奉靠耶稣基督上名求 Amen